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说起香港的倒闭潮 其实这个叫做黄店 也可谓是另一个类型 因为他们除了野食之外 会混合一些他们的理念 甚至是坚持 黄色经济圈 当然叫你们搞黄色经济圈 甚至说这个黄色经济圈有过千亿的价值 甚至可以叫做巧起港元 如何出他们自己的黄圈币 就用电子货币来做交易的话 到时已经可以令到香港震动联系汇率 如是者也说得很夸张 他们当时也很有寄望 那些所谓的黄店 就开完一间又一间 因为觉得自己再吃完理念的话 哪怕去到这些渣哥 鱼蛋 腸粉 可以卖到一间又一间 那时只是吹的 是吧 事实上哪有这么厉害 来来去去就只有那少数人在围炉 搞一下搞一下就整个东西就全部搞了 现在哪有人说这些东西 不单不说 甚至是避免了 不想再面对自己以前的东西 如是者 有一间他们很传奇中的传奇火锅店 直接用了他们的意在心里的名词 就是叫做煲底剑的煲底 他们的世盟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叫煲底剑 等了这么多年都没得了 但是不要紧 还没能够煲底剑之前 都可以去煲底海鲜火锅料理 在这里吃着火锅 边吃边等 那其实是不是那个感觉 都挺好呢 是一种坚持来的 对吧 去理想的当然是这样 但现实之初是怎样会这样发生之得 是那帮人自己骗自己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 真是吵架 这一间都是想当年 吃着那个势去开 开在尖沙咀的金马伦道的金龙中心 如是者 开的时候也有点争议 竟然用那些什么陈同学 周同学那些 那张这么大的插画 有什么黑暴女神爆眼泪 即是画了一张老年那么大的插画 在这里对着来吃 很可恶的 连自己那些同路人都受不了 又贴了什么香港加油 加油 因此那些人都说 有没有搞错 即是连爆眼泪 即是爆眼泪 很痛苦的时刻也不放过 即是说他走火入魔 不尊重死者 怎会对着两个手组 吃火锅都吃得下来呢 是不是 因此 后来也将这幅画 拔掉了 即是说是吃人血馒头 经过这些风风雨雨之后 也能够继续开 吃吃吃吃吃吃吃到今时今日 现在就说自己 5月8号的晚上正式倒闭 还说他们的团队一直撑到这个时候 感谢大家同行 一直无条件信任他们 喜欢他们的出品 就说了 醉山有时 愿大家 顺境逆境 也能快乐地呼吸 健康地生活 因然地面对 变化无常的人生 有缘再在 所以 看到整件事都挺悲凉的 因为我们看到 甚至乎有些身上 闻着香港顶顶面 加油的人 北上消费 那个感觉是 手足到回内地消费 都不会再为了香港这些黄店而坚持 我想他们真的猜不到 猜不到啊 其实本身也知道的 但是如果这样也猜不到的话 我觉得也挺天真 因为我都说过了 纹身就不同 你弄一些牌子 或者你的袋子 或者有些穿着袋子 来得这么简单 因为你要猜起很大的勇气 香港领领变街的这件事 是跟着你一生 人在 纹身 还在 就算大家来时 他遇到什么不测 但是连样子都认不到的时候 还有个纹身 认不到他是手足 因为他那时候会说到 会被自杀 突然间有些浮屍 又说是 有人推他下去 他说得很夸张 什么都乱说 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话 大家遇到这样 浸得涨了的时候 凭住的纹身 都会认得出 原来就是自己人 说得这么夸张 所以要纹身 纹下去 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他有这么大的坚持 有这么大的勇气 竟然不坚持在香港 继续光顾黄店 反而就要送中 去内地 不一定吃火锅的 不一定吃煲的 那些什么鸡煲的 有很多不同的煲食 在内地就是 当然啦 你吃什么都有啦 内地的选择 真的多很多 丰富很多 而且价钱也更为商业 所以 你在香港再做这些煲 不是说没得做的 除非你是要 有一帮熟客 一帮捧场客 做到口碑 但是你这些这样的铺 这么鲜明的政治立场 就很难维持得到的 你再者 他站在这个立场 黄圈的立场 有一部分人走了 第二就是 有一部分人 都已经淡化了 是吧 再继续这样 套着这个黄圈 做生意的 就只是死路一条来的 所以好像这一档 就是 最后只能够倒闹 我觉得很正常的 是吧 香港就是一个 商业社会来的 不行就走 也都不需要 太过 感到可惜 是不是 你说 这档事收拾 现在有没有人 有没有那些黄圈那些人 就去打卡拍照 都不见有了 所以很简单一句 那些人都说了 喂 其他手足 都不想消费 你不收就期了 你说自己是一个传奇 但是你不收就真的期了 所以这一铺 有些人都说的 没办法 有些手足都会回到内地 一边吃海底撈 再看着员工跳科目三 现在好像不跳科目三了 不知道跳什么 跳吧 这个就 跳其他一些 总之有很多新的帽子 或者抖音 什么抖音神曲 在抖音里面看到什么帽子 就会再看 所以你又叫做这么鲜明地 以什么煲底 还是什么 老实说 那些手足 再看到这些名字 自己不丑 都觉得尴尬 就是说我们约去煲底吃 一边吃就一边再谈一下香港有什么变化 或者有什么问题 甚至乎你们说到很多黄店的什么地方 什么街 还是怎样 哎呀 都收拾得七七八八 其实很老实说 如果你们说二百万人大游行 就算移民 走了五十万 还是一百万也好 当你真是说 那个沈旭辉说走了一百万人 这个就是他自然说了 这些疯狂的老人 说得这么夸张 我不知道了 什么走了一百万人 如果是的话 也还有一百万人 一百万人 花这些人就去吃这些煲底 或者紧如的黄店的话 理论上 都应该还可以叫熬得住 所以 他们自己 都可能觉得 是不是当年 改的名字 改的太准了 太准了 我又不觉 我反而觉得 是 傻人 中了个头去 是不是 有些人是抽身 抽得到的 反而可能是维持得到 但为什么他们这些 维持不了呢 就是一直中了个头去 不能自拔 我估计是这样的 如果你到了今时今日 例如我见到去年的年底 还要把黄珠 即是米珠连的珠出来 还要把这些 人笑狗都废了 是不是呀 别傻了 还把这些珠出来 告诉别人 你还在坚持着这些 其实不是完全没得做的 如果还有水准的 那些黄珠的那些 勉勉强强的 真的有些杀手锏 有的 例如民生冰室的 肉饼山 上面加了咸蛋 不知古怪怪的那些 还有那些 什么卖糖水那些 什么糖水熊 都还有那些做到的 不少黄店都还在生存着的 你看回葵广 葵广有很多黄店的 他们不是生意多火 多多人买 排队的 那些什么手打领茶 多厉害 别人都一样做到 但是他们都 淡化了 他们那个政治立场的了 那些 招纸呀 那些黄珠呀 贴到细小的 贴在角落 都不想告诉他们的政治立场 但是他们又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呢 为什么那些越做越缩的 做到倒闭呢 好心他们检讨一下 不要经常骂 这些人是北上消费 又或者 营商环境恶劣 其实这个营商环境 是不停地出现变化的 但是为什么有些 维持得到呢 我觉得应该要参考维持得到的那些人 学习一下他们 究竟有什么方法 而不是 就赖这样赖那样 又说呢 香港就行啦 没啦 每个都回到大陆吃东西 那就是这样的啦 你是要面对新的竞争的啦 你面对不到竞争就淘汰啦 市场就是这样的啦 是很无情的 但是这个现实就是这样 没办法 他们那时候就用一种 你支持我这个黄店 我的黄店还生存得到的话 就是代表要告诉这个 他们所说的 叫港共政权 他们的理念 或者他们的坚持 就还未完 即是店在理念还在 所以你们要来支持我啦 不要吃也要继续吃下去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们那时候 就还行 但是现在 水退之后 就知道你有没有负着了 究竟你是穿泳褲 还是子底褲 原来是子底褲 是子底褲 烂了 只剩下几条杖筋 为什么只剩下几条杖筋呢 就是腿里还会有条杖筋 在那里勾住 还是怎样的 所以这个是要死人的 所以这群人 是的 同意 再说回 你们这些奇奇怪 为什么叫做越做越不行呢 你都看得到的 如果你说 以火锅来说 要么你就很有特色 要么就叫做很好吃 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现在的人 为什么会北上才吃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葵广那些 银马不大 小小的 便宜的 吃下 都算是OK的 但如果你说 要去这家煲底吃 有什么和牛 有什么鲍鱼 有酱笔篷 有什么 可能大家会觉得 哇 在香港吃这些 很贵 如果在内地吃的话 可能 这家店的装修比他更漂亮 但可能的价钱 七折都吃到 那你不用时间 不用成的吗 有些人就是这样计算的 我不知道你北上消费会不会这样 我省回 我当你省到三成 三四成的钱 我会不会在 内地再买什么 爆师斧 或者走去 打机 或者唱卡 嘻哈 同等的价钱 你在深圳的话 就可以叫做玩足一日 消费率更加多 因为有时你放假 或者出去吃饭吃吃的那些 你不只是去吃完就算的 希望进入其他东西玩的 所以为什么北上 大家会多这些 会有这么多选择 就可以叫做玩足一日 这个是真的 因为整体体验是很丰富 节目不是只有吃 又玩又吃 那整套就赚了你香港人的钱 但是香港不行 你有什么地方去玩呢 有什么地方去玩呢 要去的都去过了 是不是 但是内地又有那个新鲜感 不过这一点也是内地的优势 所以你又坐一句煲底 又有一句煲底 还有再加上那些叫做移民的话 又是骨头鼻 又被他们玩烂了 你们在香港顶着先 我们迟些回来香港再煲底见 这样的 我见过这些说得更夸张 我身处的台中 之前也有一家商店叫做煲底 现在还在这 你去是找他吧 看看他还算不算了 他真的 是很疯的 真的有这些 贴上连龙牆 还是怎样 叫自己做煲底 再卖一些什么 港式的老火汤 吸引一些香港人過去一起喝飲食 一起講政治理念 那些人瘋得怎樣 他們會說可能要回香港 要真正的煲底鍵等多幾十年才行 他們會覺得暫時這段時間 不見得會有煲底鍵 覺得港共政權還是強勢 現在我們要等待另一個黎明的機會 時候到了我們才會再回去 他們還在想 會不會有多少時候會有煲底鍵 就可以回去 真的嗎? 這麼瘋? 煲底鍵? 白癡嗎? 白什麼鬼呢? 所以你們就得淡笑 我再看見這間煲底鍵 沒辦法 一定要這樣做才行 他在去年年底 我看到他還繼續擺放青蛙頭 那些豬 都繼續是這樣的 他又是雞蛋 雞蛋與高牆 就說自己會送外賣 所以就沒辦法了 你太強烈的政治意識 有煲底有獅子山 那些人還是怎樣呢? 哎呀 哪有人會理會你呢? 現在這些 那你撿了去 老實說 連你們自己人都不覺得可惜的話 還是繼續北上消費的話 就沒得救了 我想正常的一般 看到你寫著煲底 都不會來賞吃你 只剩下同路人吃 同路人就嫌尷尬 又或者已經是移民的話 就更加沒有生意 其實熬到今時今日已經很厲害了 我都不明白的 有些人就是那個腦子 真是政治腦 滿腦子政治 但是呢 又不懂得去看看那個現實 香港本身就不是一個政治的城市 是一個商業城市 營商就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可以做完所有不同的客人的生意 不過從中也可以觀察得到一件事 就是當年2019年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造成的影響都真的非常大 所以到現在就有些人 還是熱衷於這些所謂的政治的事情 主婦 對了 好了 我們今節就暫時說到這裡 差點說一句 這間收拾了都不抵可憐了 好了 先來這裡 拜拜 拜拜